之前聽過台灣有一位藝人 就是我們所講的這種明星 藝人 他叫張先生 他有講過自己一個親身經歷 他就有一次在拍戲 拍戲結束後 他自己開車回去 那個時候已經半夜兩三點了 就是拍戲 做工 拍到很遲 但沒有想到 他開車開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本來前面好好的一條路 突然現在變成兩條了 他趕緊提車 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前面真的從本來的一條路 現在變成兩條路 變成雙叉路了 他突然就想到 在一個月前 有一個老人當地的就告訴他說 如果這一代真的看到這種情況 他不要硬闖 會出事的 所以張先生看到 馬上把車停下來 他但是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這是我們一般講的撞鬼啦 怎麼好好的一條路變成兩條路 你肯定撞鬼啦 張先生當時坐在車裡面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你繼續走 怕出事啊 你不走 待在那邊也不好受啊 故意那個時候已經半夜兩三點了 不是下午兩三點了 所以張先生說 他就很緊張 那一緊張 他就拿煙來抽 這世界人可能會做的事情 緊張 他們就抽煙 而且他突然想到說 倒不如試試看念南無阿彌陀佛 聽說南無阿彌陀佛很好 他就試試看念 結果他一邊抽煙 一邊念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的 但是 車裡面抽煙會怎麼樣呢? 各位 會怎麼樣? 你在車裡面抽煙 當然很多煙嘛 他又沒有開窗 所以煙越來越多 這時候 車裡面已經看不清楚外面的情況了 所以張先生就試試看開車的窗 讓煙飛出去 要看看外面怎麼樣了 血管還真的 這樣念佛以後 他一看 外面的雙叉路現在消失了 又再變回普通的馬路了 哦 這樣才安心 才繼續開車回家 沒有什麼事情 到了現在 還是好好的 各位 你看看 就念幾聲的南無阿彌陀佛 張先生也不算是一個修行人哦 他還有抽煙的喜氣 就是一個普通人 但是 就這樣念佛化解無形的障礙了 所以剛才所講的 念南無阿彌陀佛真的是萬得轟名阿且陀要 釋出世間的利益 沒有一個不具足的 我們就是一向專念南無阿彌陀佛 那就好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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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導大師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深遠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納百川成為各宗共同的歸宿 都增長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